先看光線 它光線從這邊來有沒有 它的光線從這邊要最亮這邊變暗 所以到時候是這邊亮然後變暗 所以我現在在畫胸肌 加點粉 上漸層就記得一定要漸層 不管畫什麼都要漸層 那你那幾色是要漸層 36色 那我也是36色為什麼長那麼醜 你看我在畫漸層 第一層一定是最淺的 然後白色可以留白 必要是OK 等一下你要自己上 然後直接幫你吃河頭 就把你的樹苗概念用上去 我沒有用過彩色 現在你畫樹苗 它就是樹苗天秤 沒有 它就是樹苗天秤 其實它是有顏色 為什麼花變這樣 什麼花 你畫的那個花 哪個花 花邊 這個 老都是這樣畫 然後這個再休息 你一定要先畫個大概 然後這個再休息 不要急著花去 反正這種就是 跟樹苗要慢慢修 你剛加速已經開始有感覺了 這樣 所以你就不要怕 它是橘的還是粉紅的 不是粉紅的 粉紅的 但你可以慢慢變顏色 不一定都修全部分 因為你是設計者 設計者可以控制 控制 這樣你知道怎麼畫的 它就是樹苗天秤 你就自由發揮 好 交給你們畫 好 好聽 對啊 就我之前畫的 小的 所以它就在裡面 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是教 今天是教衣服 叫做你們要上色 這只讓你們參考 很誇張欸 還好啦 原來我上色的時候 我是用色鉗筆 然後這個是用彩色墨水 那個比較貴 色鉗筆 這是色鉗筆上色 然後最後有一家黑色 這個 對我家黑色那個 鉗字筆描邊 好 就你們可以參考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是立刻白 這叫立刻白 用立刻白 留白 然後細部 你看細部都有畫出來 五官的話 如果你不會畫就省略了 可以稍微省略一下 可以畫就畫了 我都會教的 這樣目前看有一個概念 有沒有 這就是設計圖 現在來畫 來教的 好 先收集 它這個有比賽的 這個 這個有比賽 它就要參加比賽 不會 不會 我會幫你改 這個 因為我今天先用那個 韓恩的 先操作一點 我等一下要畫 這個 我先講解一下 為什麼 這個好 這個 你沒畫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找自己喜歡的款式 你可以自己組合 假設我今天喜歡這件上衣 我就把它畫上衣 我今天喜歡這個裙子 我就把裙子 畫上去 我今天喜歡這頭色 我就畫頭色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 就自由組合 如果你的款式你喜歡 你就直接畫這款式 然後你就再稍微改一下 我今天就直接先畫這款式 衣服都會比 衣服 畫衣服都會比人 這身體怎麼樣 多出來 你不要這樣 就從這邊畫衣服 這樣就變成什麼 人體彩繪 你這樣 比那個身體還多 我就先畫 先不要急著畫確定 就輕輕畫 好 畫是這一鏡 好 看就會比那個身體一樣多 好 我知道 我要用這個 為什麼我要用這個 有顏色的 因為 這樣你們才知道哪個是衣服 輕輕的話 不然用鉛筆的話 你們等一下會混亂 用藍色 畫一遍 然後這裡有腰身有沒有 通常畫衣服的腰 你畫到這個時候不是平的 有些人會畫平的有沒有 你在這邊 這邊只要是腰就這樣 有弧度的 好 然後再畫裙子 你看我都沒有畫這些 我只是先畫外輪廓 然後因為這個服裝畫 所以你先畫得很誇張 就裙子可以畫得很誇張 如果你畫得跟他一樣 畫其實旁邊很空 所以因為我們是服裝畫 所以我們 可以畫得很誇張 他大粉 畫一點布料 你看這裙子本來沒有那麼膨有沒有 然後我畫的時候 故意畫膨一點 讓它有那個效果 然後再慢慢畫仔細一點 為什麼我就用藍色 因為它這個是黑色系有沒有 所以我在構圖可以用冷色系去構圖 如果今天這衣服很繽紛的話 你可以用暖色系 暖色系的筆去構圖 這樣了解 所以你構圖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 你用什麼顏色筆去構圖 然後先分塊狀 就是它裙子的話 我再分 你看我在分塊狀 用塊狀去構圖 然後你總共要畫三 因為有畫三個人嘛 你就畫三套衣服 是因為下禮拜放假 下禮拜不要自己來這邊 自己來就把地掃一掃 你看這樣裙子出 那個基本型就出來了 然後再畫上面的婆沙 我用另外一隻去畫 其實畫一幅構圖很快 只是 只是 慢的是裡面的細節 它慢慢還有一層那個 這個 這個東西 你看我都是先拉直線 你看我構圖我都先拉直線 有點像直線構圖 等於說 等於說是形狀構圖 先把形狀確定之後 再畫裡面細節 不要急著畫裡面細節 它手這邊有那個手頭 你會發現我在轉彎的地方 我都會都是弧線 手臂或腳都是這樣弧線 眼睛進的沙子 然後頭頭頭頭頭頭頭 只要是配件頭頭頭 你都可以畫到比較誇張 可以加強它的那個效果 哦還有鞋子 鞋子也是直接穿鞋 因為腳已經畫出來了,就把他穿鞋子就可以了 你看基本形一出來,就是頭還有上身的配件 上衣裙子還有鞋子有沒有 其實這樣就可以,然後你自己再慢慢畫細部 所以細部我就先不畫,我就告訴你 等下幫他穿衣服就是這樣穿 然後細部再慢慢畫 這樣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衣服好之後再讓我檢查 沒問題就可以上顏色 好,這樣可以